今次的题目给了两个数分别是m和n 这个来做条件 要我们找出m乘以m的成绩 就可以表达成两个顶数的平方和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究竟可以怎么做 简单,m和n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由已知条件出发 再看一看这个成绩 成绩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首先本身m已经是两个整数的平方和 由于a,b,c,d全部都是整数 m本身就已经是两个整数的平方和 然后n同样道理也是这样 加d的平方 然后我们将它两个乘在一起 我们看看两个整数之后 即是m,n这块 就会等于a平加b平 乘以c平加d平 这块整数之后 下一步就是最简单的运算 代数的运算 怎样成出来这个成绩呢? 就是a平,c平,再加a平,d平,再加b平,c平,再加b平,d平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要看看 这个题目呢 就要我们将它表达成两个整数的平方和 这些呢,就是a,b,c,d平方 然后两两双成串在一起 有这样的衰章 然后呢,这个衰章呢 我们要看看 怎样可以将它配方 配到新的平方和出来 下一步呢,当然就是配方 由于今次这个题目呢,简单地说呢 它就已经说到说 咦,我要m,n成出来的结果呢 是一个平方和 要平方和,那当然需要有平方 有平方怎样来呢? 这个平方当然就要靠我们配方配出来的 那我们看看 那简单一点,起见 那我们首先呢 就执这个a平方,c平方 和b平方,d平方 一起看看会有些什么看 对了 那么,把它固定在一起 我们会有a的平方 c的平方 然后加b的平方 再加,sorry,b的平方 b的平方 不是再加 那然后,对了 现在呢,就要问 要加些什么呢? 那才可以将这个东西配方的 那答案呢 就是加2 乘以第一东西的开方 就是ac 那然后第二东西的开方呢 就是bd 那要加一件这样的东西的 那 那 然后,当然慢着先啦 那这东西呢 就需要 好像 借钱那样要还的 那 那 是最后 那就要减回 两个a,b,c,d 那这东西 那,未完的 好,因为我们只用了这个 那,要mn等于下面这条式呢 那,最起码我们都要抄回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 加a的平方 b的平方 那,再加b的平方 c的平方的 那,ok啦 第一步 那,这一块呢 就可以写成是 a c 加b d 这一块的平方的 那,接着来 我们又要怎样呢 那,a平 d平 那,还有b平 c平 咦,我们都是要再配方的 那,我们看看中间 可以加一块什么 那,这个 那,这个 首先,它第一块就是要2 那,ac 对吧 那,今次是2ad 那,然后bc 那,2乘以adbc 那,就是2abcd 那,咦 咦,刚好呢 旁边呢 这里就有一个2abcd 那,只不过符号是减好而已 那,如是者呢 我们就不如将这一块东西 就拿来看看 咦,刚好这块东西呢 是又是一个 另外的一个完全平方数 那,所以呢 将这三块东西 固定在一起呢 我们就会有 这块东西写成是 ab-bc的平方 咦,那皆大欢喜了 那,mm 它本身 m各自啊 m和n各自 都是两个整数的平方 那,然后 然后就可以出成 两个配原方 之后有一个这样的方 那,也由于 亦由于 亦由于 abcd 它们全部都是整数 那,所以呢 ac它是一个整数 bd是一个整数 ad是一个整数 bc都是一个整数 那整数加整数出来呢 当然是一个整数 整数减整数呢 同样道理都是一个整数 那,那我们的讨论 那,那我们的讨论 就这样就完结了 那,那由于 ac加bd 整数 那,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平方 那,ad减bc呢 又是一个整数 那,那,所以 m,n呢 最终的结果得出来呢 就可以写成 是一个整数的平方 再加另外一个整数的平方 那,也就是 m,n 可以表达成为 两个整数的平方和了 那,那就是这一个方法了 那,证明就是这样做到这里